大家好,我是小丹 我现在在安徽合肥 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大物理学家 杨振宁的故乡,山河古镇 这个古镇是合肥是唯一一个5A级景区 也是一个免费的景区 不过离市区有点远 我是9点钟出发的 到现在已经快12点钟了 差不多将近三个小时才到这里 所以我现在先准备去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再去逛一下这个古镇 这就是山河古镇的路口了 进入古镇要在网上预约一下门票 这个门票是免费的 但是必须要预约 今天来的游客还真不少呢 好像是一个旅游团 进入大厅 首先看到的是山河古镇的布局图 可以看出这个古镇的面积真不小 古镇内部河道纵横 一派江南水乡的风貌 不过这里并不是江南 而是淮南 但是风格和江南的古镇差不多 走在古镇的街道上 你就能感受到江南古镇特有的那种情调 不过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现在也还下着毛毛细雨呢 地面都是湿的 不过对我来讲 下雨的时候逛古镇 比晴天的时候逛更有意境 尤其是走在这原汁原味的青石路上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老家 记得小时候 我奶奶带我逛街就走过这种路 虽然现在下着雨啊 但是游客是真的不少 好多人手上都提着购买的货物 街道的两边就是各种店铺 有卖当地特产的 也有卖各种小吃的 我发现这些店家的屋檐下 都会挂有写着自己信息的灯笼 这样的 是用自己的信息来给店铺做担保 体现的是当地生意能的诚信 这里虽然是免费的景区 但是内部还是有各个小景区是要单独收费的 大部分都是纪念馆或者名人雇居之类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买张年票 50块钱 所有的收费景点都可以逛 这样应该会更划算一点 这里的建筑都是古朴的灰派建筑 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真正的古建筑 两边的码头墙特别漂亮 这是灰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其实我们江西的干派建筑也是有码头墙的 这种码头墙又被称为防火墙 因为以前的建筑都是木制的嘛 一旦发生火灾就很容易蔓延开了 有了这个码头墙 就可以有效的防止火势的蔓延 可见我们古人的智慧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而且你们看前面的那些码头墙 多漂亮啊 这是我们传统建筑的灵魂啊 这里能看到好多卖米饺的店 这个米饺算是当地的特色吧 好像还上过央视呢 这种饺子皮不是用面做的 而是用米磨成粉做的 包成饺子后放在油锅里面炸 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先买三个尝尝看 米饺 外面这个表皮啊 有点像那个油饼那种感觉 这里面还有虾呢 你看 虾还有豆腐 好像是 它一块钱一个 划着来 这个买三个就对了 不能买太多虽然它便宜 但是因为这个是油炸的东西太油腻了 你看这上面有好多油啊 三个就吃够了 和很多古镇一样啊 这里也有很多桥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桥叫做三线桥 这是因为连接肥西 苏城和炉江三线而得名的 这座桥始建于宋代 最近一次修复也已经有近百年了 不过现在的河水特别的浅 因为已经是冬天了嘛 属于枯水期 过了桥又有一条美食街 不过这边的建筑感觉要新很多 应该是后来有翻新过的吧 大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故居 就在这条街上 就这里了 不过我没有进去啊 因为这里面是要另外收费的 价格是20元 旁边呢 就是著名的一人像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因为这条巷子只能走一个人 所以被称为一人像 里面的空间确实很窄 而且感觉这条巷子特别的悠长 仰望天空的时候像是一线天 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一间老宅子 不过门是关闭着的 在古镇还能看到坐三轮车的人 这是古镇类的交通工具 比较适合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 而且一般骑车的大爷还能给你当导游呢 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雀祖廊桥 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了 是山河古镇最古老的桥 但现在的这座桥是1982年重建的 这里要说一下 山河古镇在古代叫做雀祖 这个祖就是水中的陆地 因为这里以前是潮湖中的高洲 并且经常见到喜雀 所以被称为雀祖 到了明代后称为山河 这是因为丰岳河 杭布河以及小南河 这三条河在古镇内汇合而得名的 再继续走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城门楼了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一段古城墙 公元1858年 太平军与湘军在山河镇正面相遇 为了巩固城防 占据山河古镇的太平军 特意修建了这段城墙 在城墙之上还建了好几个炮台 最终太平军揭灭了湘军的精锐 取得了山河镇大节 由于这段城墙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建的 所以和普通的城墙不太一样 从这外面看也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 城门也修建得非常漂亮 但是从这上面看 真的就只有这一面墙 这是中国现存最薄的一堵城墙 旁边还有很多色漆的窗口呢 整个山河古镇商业化并不算严重 有当地居民的烟火器 原汁原味的古建筑也保留了不少 大家来合肥旅游的话 这个山河古镇还是很值得来看看的 行 我合肥之前打卡的最后一个景区结束了 明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合肥住的酒店 后天我会把这几天在合肥旅行的经验总结一下 然后和大家分享 那明天见吧 拜拜